全红禅,中国跳水界的耀眼之心,他以卓越的技艺和稳定的表现在东京奥运会上摘的金牌,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。 他的成功不仅引发了人们对他的高度期待,更使他成为中国跳水队的骄傲和榜样。 在多哈市井赛上,全红禅并未如人们所期待的那般闪耀。 他在比赛中遭遇了一些挑战和困难,状态并未达到最佳,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和惋惜。 全红禅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体能挑战,但他仍然全力以赴,奋力突破自己的极限。 作为一位杰出的运动员,全红禅深知必须面对困难和挑战,他怀揣坚定的信念和毅力,勇往直前。 尽管在多哈市井赛上并未取得理想的成绩,但全红禅并未被挫败。 相反,他将更加努力地训练并提升自己,为未来的比赛做好准备。 作为全红禅的粉丝和支持者,我们坚信他一定能够克服困难,再次展现出自己的强大实力。 我们将一直坚定地支持他,无论遇到何种困难和挑战,全红禅都将在我们心中永远闪耀。 我们期待他在未来的比赛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,继续为中国跳水队赢得荣耀。 尽管全红禅未能达到预期的水准,但他仍然展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和执着的精神,坚持不懈地迈向自己的目标。 这种精神更让人们欣赏和敬佩,因为体育精神不仅仅体现在优异的成绩上,更在于面对困难时的坚持和努力。 在之前的比赛中,全红禅遭受了意外的伤病,使得他的健康状况愈发严峻。 他的主管教练陈洛林因此感到非常焦虑。 一方面,距离巴黎奥运会的时间越来越近,但是全红禅尚未确定是否会参加女子担任十米台的比赛。 在过去的三次选拔赛中,陈玉希在冠军赛和全景赛上取得了冠军,而全红禅却只获得了两次银牌。 而在明年的多哈世景赛上,将是他最后的机会。 另一方面,全红禅的伤病使得他的状态令人担忧,而更令人感到困扰的是, 陈洛林自己也似乎患上了感冒。 在武汉战的比赛中,陈洛林始终佩戴着口罩。 他内心焦虑,对全红禅的表现感到十分担忧。 全红禅的伤病情况最近让周继红感到非常困扰。 对于即将到来的大赛来说,全红禅的伤病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 全红禅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跳水队的明星队员,他的表现和成绩一直备受关注。 伤病对于他的比赛生涯来说,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 许多网友和粉丝也为全红禅的伤病感到担忧,纷纷在社交媒体上留言,希望他能够尽快恢复健康。 周继红也看到了这些留言,他感受到了大家的关心和支持,也更加坚定了要为队员们保驾护航的决心。 尽管全红禅遭遇了伤病,但周继红并没有放弃希望。 他相信,只要经过科学的治疗和适当的休息,全红禅一定能够恢复健康,重新回到赛场上。 同时,周继红也表示,中国跳水队会全力以赴为全红禅提供最好的治疗和支持,帮助他度过这个难关。 akkor, trouver了尽管是没有放途的钱,帮助他发行的观点。